哈喽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我的频道 不管你是已经订阅的,还是你第一次来看我的视频 我都非常开心的欢迎大家 大家可以叫我东方,也可以叫我学长 总之大家想怎么叫我都可以 但是我自己没有英文名 所以我自己的目前的英文频道名字就很搞笑 不过我觉得这样也蛮好的 我自己已经一个多月都没有录视频了 主要是因为我自己最近的这个健康状况不是很好 没有什么大毛病啊 就主要是因为我们最近花粉级太长了 然后我自己今年花粉过敏又特别严重 所以自己整个人就都是迷迷糊糊的状态 经常神志不清 因为总在过敏 所以自己整个人的免疫力就比较差 然后自己皮肤之前状态也不是很好 不过最近已经开始好了很多了 所以我现在可以坐下来跟大家聊一聊 我最近这两个月的爱用品 像我之前虽然说我也有爱用品 但是我脸的状态没有那么好 跟大家聊的话感觉也不是很可信嘛 所以我就开始说我最近的这些爱用品了 首先就是我来更新一下上一次我买的这三款最像的产品 这三款都是我的爱用品啊 而且这也是我第一次使用Drunk Elephant的产品 所以我就首先来从这个Be Hydra的这个保湿精华开始 当然你也可以说它是保湿凝露 因为它就是那种凝露质地的产品嘛 这一款产品好在什么地方呢 我觉得其实各个品牌都会出自己的保湿精华啦 像这种东西基本都是大同小异的 你就挑一个价位差不多 然后主要看你自己喜欢什么样的质地 什么样的使用感了 其实真的都差不太多 我觉得这一款比较好的地方就是 它用起来非常清爽 这个凝露上脸之后是会变成一个类似水一样的质地 所以上脸很好吸收 也很面部也会感觉非常轻松 而且它最厉害的地方就是 它不管后续接什么产品 不管是Drunk Elephant自己品牌的产品 还是你的其他品牌的护肤油精华面霜 还是乳液还是其他产品 它的表现都非常的稳定 各种产品都结合的特别的好 你不会担心有什么搓泥之类的情况发生 而且它的效果也一直都非常的稳定 就是保湿和这个舒缓的效果 是看得见的那种 而且自己的皮肤状态也是觉得还不错的 我自己是肯定要回购这一款的了 因为我自己早晚都用嘛 所以我觉得就是是我的一个必备品了 而且我也很推荐给就是偏干皮 护肤步骤比较多的朋友 因为这个产品太适合叠加了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大抵产品 而且是其实所有的肤质都可以用了 如果你是油皮想要比较清爽的保湿性化 我觉得也可以去尝试一下这一块 然后接下来就是一个Drunk Elephant新出的一个面霜 这个面霜刚刚上架 就大概也就不到一个星期 就已经是斯富兰的bestseller了 我自己就是也是因为好奇 所以买了这一款产品啊 我觉得这一款产品比较不错的 就是它这个包装 这样压一下 然后这个面霜就会从里面出来一点点的 这个样子 总之就是你用多少取多少 我觉得非常方便 非常卫生 跟那个广口瓶比起来 这个感觉密封性更好一些 这个产品它主要主打的就是 保湿和强化皮肤的状态 官方的商品描述是适合所有的肤质 包括敏感皮 我自己是那种敏感混干皮嘛 我用起来觉得就非常非常不错 我觉得考虑到它的价位 应该是这个价位能买到的最好的这种 多功能的面霜产品 像它就是除了保湿和舒缓的效果 做的特别好以外 我觉得它修复的效果也是做的很好的 而且它说自己有一定的紧致的效果 我觉得这个它也是描述的很准确的 然后这个产品很有意思啊 就是我刚开始用的那几天 就是上脸之后是觉得皮肤的那个特别特别的舒适 有一种及时的被按摩的那种感觉 但是过了一会儿就是它那个非常舒服的保湿感就会退去 然后脸就会稍微有一点热 然后双甲这个地方就会觉得有一点那样就是收紧 然后有一点拔干的感觉 不晓得是为什么 但是我没有因此就不用它了 我坚持用了差不多一个星期左右 这个感觉就完全消失了 就之后的这个使用感就非常舒服了 每一天我都很期待用这一支面霜 因为它的确是一个特别 就是上脸非常舒服 而且不怎么油润的一个产品 用起来就是很清爽的 非常适合夏天的那一种 如果你喜欢这一种 就是相对偏清爽一点的面霜的话 我就很推荐这一款 而且这一款我觉得价位这个是还不错 然后我想想还有什么别的要说的 我想说的就是其实它用量也蛮省的 就是用的稍微多一点 我就会觉得它有一点厚了 差不多两个月用下来 应该也就下去了一小半这个样子 接下来就是我买的另外一支 Drunk Elephant的维生素C的一个眼霜 这个眼霜它是一个偏功能性的一个产品 它主打是那个紧致和提亮 我觉得它的确是有它宣称的功效的 然后用起来其实不是一个非常温和的产品 就如果你的眼部皮肤很薄很敏感的话 我建议不要轻易尝试这样的一个眼霜 我自己用是有的时候会把它混合保湿精华来用 有的时候会把它混合亚顿的那个金胶 或者是说弯弯弯skin的这个眼霜来用 它的这个刺激程度在我可承受的范围之内 所以我就坚持着在一直用它 而且用起来就是非常非常的好涂 它的质地也是很清爽的那一种 很快就可以吸收 然后就觉得眼部有一点热热的 然后就有一种定的紧绷感的 而且用起来也的确是有一个很好的去水肿和紧致的效果 至于提亮的效果 我自己觉得就是稍微是有那么一点点效果的 总之这个产品我觉得它的短板主要还是它的保湿力 我觉得单用它的保湿力就稍微有一点勉强了 如果你想要强一点的保湿力的话 尽量搭配保湿产品一起用 所以其实这一款产品我自己觉得就是更近似于一个眼部精华的产品 而且它的功效我觉得不比那种100美金往上的定价的产品差 我觉得也是一个就是中等偏上价位的一个性价比非常高的产品 总之我也是很推荐大家试试的 最后我要说的一个就是Drunk Elephant所有产品的一个优点 就是它们所有产品的味道都非常非常的清淡 就几乎让你觉得这个产品是没有什么味道的那一种 我觉得它的这个特点就特别适合 就是容易对那种护肤品香料过敏的人 就比如说我吧我自己就是特别喜欢这种没有什么味道的产品 就用下来觉得都是非常放心的 这是我第一次用Drunk Elephant的产品 我现在对这个品牌印象非常好 就希望我以后还能再去多尝试一下它家的产品吧 接下来就我还要再说一个护肤的产品 就是这个亚顿的这个金胶 这个金胶其实你可以用做精华 你也可以用来单用 我自己是喜欢把它跟Drunk Elephant的那个保湿精华一起叠加 加着用的就后续不擦面霜了就在我就是过敏比较严重的时候 那一段时间晚上就只怕这两款产品 然后简单的涂一下就可以睡觉了的那一种 我觉得第二天起来它脸部的一些那个过敏的症状 还有一些就是敏感的这个表现啊 第二天都有一些改善的面部也会觉得不那么紧绷 会舒服很多的那一种 所以这个亚顿的金胶我自己觉得是一个很好的就很适合敏感皮 而且因为它是偏油状的嘛 如果你喜欢按摩的话这个产品也会很不错的 像我自己我就就比较懒不太喜欢按摩 嗯就所以这个金胶就是这样子的啦 然后接下来我就要说一个防晒产品 这个防晒就是苏库的这样一款面部防晒 这个防晒是我应该是去年冬天的时候买的吧 小小的一支 然后它说是SPF50 但是我自己用着 我觉得它的一个缺点就是 我觉得它这个防晒指数不像它标的那么高 防晒的效果没有它标的那么好 但是它使用感是非常好的 比较适合这种干燥的夏天来用 因为它自己是稍微有一点油润的那种 所以用起来就是很适合这种容易拔干的夏天 嗯不过这个产品呢 我觉得它是有缺点的 就是它稍微有一点酒精味 如果你对这个比较敏感的 可能会不太喜欢这个产品 而且如果你在那种比较湿润的天气用这一款产品 后续接的底妆也比较容易晕 所以这个防晒是完全适合干热夏天 而且只能在干热夏天来用的一个产品 嗯接下来就是两款唇部的产品啊 首先就是这个Farmacy的一个万用膏 这个万用膏其实说是膏啊 它其实是一个完全的油膏质地 用起来我觉得就 我自己喜欢把它用在唇部啊 我没有把它用在别的部位 用起来就是这样子的 跟那个木瓜膏也很像 我就是因为木瓜膏要过期了 所以买的这一支 我就用了之后感觉这一支比木瓜膏要好一些 就是它这个气味也特别好 是那种有一点点甜的完全就是很天然的那种风胶味的感觉 所以抹在嘴唇上感觉就除了是这种轻轻的这个油感 对唇部的滋润特别舒服以外呢 它这个味道也让我觉得蛮开心的 其实啊产品说明是你可以涂在任何你觉得干的部位 不管是脸上身上还是唇部 目前我只用在唇部嘛 而且我觉得它是一个就是唇烟液能用的产品 而且对你唇部的唇烟有一个很好的缓解作用 所以我自己就是应该以后也会回购吧 如果我之后还会把它用在身体其他部位的话 我也会来跟大家再更新一下使用感 而且它这个小小的一支嘛 放在包里特别方便 出门用也还不错的那一种 所以这一支油膏就是这样子 那接下来我再跟大家聊一个这个 就是有色的唇釉 这个唇釉或者说是唇釉 它是那个眼线笔牌子 叫Motline的那个牌子做的 这个虽然是有颜色的 但其实真的是油一样的质地 我可以给大家来看一下它这个质地 就非常非常的油 上嘴之后感觉非常好 完全不厚重 是那种在嘴上也是有那种切实的滋润感 不是假润的那一种 也是唇盐的时候可以用的那一种 而且如果你不爱化妆 因为想让自己的嘴唇上有一点颜色的话 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而且它涂起来不怎么黏 这个我觉得这个工艺做的是很好的 而且这一款其实有很多种颜色啦 我买的是这个有一点珊瑚红的颜色 感觉就是我今天嘴上就只涂了这一款 没有涂别的 其实它跟别的唇膏叠加起来用也非常好看 就是这个滋润度始终都是保持在那里的 所以是一个很好的产品 如果你的嘴唇特别干的话 就真的真的很适合你们 再接下来就是一个眼影啦 我自己是很喜欢眼影啦 大家都知道我有很多很多眼影 我最近又买了两款 就是CT新出的一个系列 这应该叫什么系列 应该叫什么大眼睛系列的一个产品 然后我自己两盘中我最喜欢的就是这个色啦 它这个包装上没有标色号啊 不过我会把它的名字都标在下面的 我觉得其实除了再三 就是再三个比较自然 可以每一天用的这个珠光色 还有亚光色的这个眼线色以外呢 比较惊喜的就是这个亮片色 这个亮片色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好看 它是那种发色稍微有点透的那种类型 然后白天看就是这种比较自然 很水亮的感觉 我今天眼睛上也涂的是这个 不知道你们能看出来哦 然后这个亮片最妙的就是 它在灯光底下比在自然光底下闪很多 然后就就是眼妆一下子 它那个效果就会丰富起来的样子 所以是一个就是既日常又不会太普通的产品 如果是你下了班想去吃饭 或者想去玩的话 这一盘眼影我觉得也是够用的 看起来就比在上班的时候效果要更好一些的那一种 因为晚上出去玩那些地方就都是 就是有灯光的嘛 而且这样小小的一盘放在化妆包里面 也很方便的那一盘 它这一整盘的持妆时间 我觉得就是至少是 就不涂眼不打底的话 我也能坚持至少七八个小时 所以我自己就是很喜欢这一盘了 我觉得它从质量配色到使用角度方面都是一个非常不错的盘子 所以接下来就是我这两个月的最后一件爱用品了 这是一款香水 也是我之前购物vlog里面有提到过的 是Majilla的这个Sealing Day 其实我自己不太会描述香水啊 我自己还是那种很容易晕香的人 所以我一般都会买那种味道非常淡的那种香水 这一款就比较淡了 而且它是一款中性香 男女都能用的那一种 就是它给人的感觉就是稍微有一点甜 然后有一点咸 不是那种很冷的那种大海的感觉 是一种就是炎热的夏天宁静的海水 有阳光有蓝天有大海 波光里里非常舒服非常惬意的那种感觉 总之就是喷起来我觉得是非常让人觉得舒服 非常让人放松的一个香星 而且它这个包装也特别漂亮嘛 放在梳妆台上也好看 虽然它有这么多的优点啊 但是它还是有一个缺点呢 缺点就是流香时间实在是太短了 我觉得我每一次要喷个五六下 然后出去之后 大概两三个小时感觉就闻不到什么 不知道别人闻不闻得到 但是我自己是闻不见了 我觉得可能这个流香真的有点短吧 所以我就想等我录完这支视频之后去看一看 他们官方有没有出这个的滚珠的那个小细管 如果有出的话可以买一只放在包里面随时补涂 这样就比较方便 因为我自己真的就非常非常喜欢这一款香水吧 总之如果你喜欢就是比较海洋比较中性的香水 我觉得都可以去试试这一款 是一个非常适合夏天的香水 所以这两个月的爱用品就是这样子了 这会儿光已经有点暗了 其实我之前已经录过一遍了 但是因为我太久没有录视频了 所以我自己的那个表现实在是不太好 我自己在电脑上看了一下感觉剪辑救不了了 所以就重新又录了一遍 不过我会把这一次录的尽量的那个光线条 像光线条正常 所以这个视频结束之前呢 我还想跟大家多聊几句 这个是我 我以前从来都没有在网上说过这一些 就是我对于做博主的这些想法之类的 因为我其实不是一个全职的博主 这个事情从一开始就是因为我的爱好开始 就是很荣幸的受到了大家的关注 所以我才开始这样一点一点的做的 而且我做的其实也不怎么好 但是我自己的心里呢 就总是抱着一种 哎呀反正这个也不是我的主业嘛 算是一个副业或者是说也可以说是业余的 就总抱着这种想法 就甚至我觉得是在逃避自己 在做blogger这件事情 但是同时我也获得了关注 我也尽量的又去跟大家沟通 然后就尽量的去做这件事情 我觉得我的心态其实是很矛盾的 甚至有的时候就会想一想大不了就不做了 就是这样子 现在想一想感觉就是这种矛盾 就是一直让我想不明白的地方 因为你做了这件事情 你既然已经决定就是去在网上更新这些方面的内容 那你就好好去做 不管你是全职的还是业余的 就是我觉得我对我自己的要求 不应该是这样子 从这一点上我是真的真的要感谢大家 我是真的特别特别的感激 因为从开始更新以来到现在 我就从来都没有去想过那么多 甚至还把自己就是 把自己当做一个普通网友啊 这种想法放在那里 而不是说我在这个地方更新了这么多 我已经是一个blogger这种心态 因为其实做blogger或者是做YouTube 或者是说做视频up主 其实这个身份跟你的关注量没有任何关系 所以我觉得我自己应该对自己要求再高一些 把这些事情尽量的往后再去做一做 不能再像以前那种玩票的心态这样下去 所以我还是始终都感谢大家 互联网上面有这么多优秀的博主 大家能在你们的关注列表里面给我留下一个小小的位置 我是真的很感激 我也很感谢大家对我的这一份认同 我会开始认真地努力的 所以这个就是我想跟大家聊的这一些 其实没有什么别的啦 大家对这些有什么想法 或者是对做blogger有什么问题 或者说你自己也想做的话 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来问我 我呢虽然不是非常的专业 但是我觉得如果你想做这件事情 有一个人跟你沟通跟你聊一聊是非常好的 所以这个视频应该真的就要结束了吧 所以我就真的要跟大家这一期说再见啦 让我们下一次再见咯